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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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 今天這隻褲 是這個我們 要做一個管理國家的人 要知道 所以這就是 過去歷史上 有什麼人成功 來統治一個國家 要方法 我有 用一個工藝 有建國時代 韓非子下的 四十七條的 這個 這個 王爭 就是說 這個國會夢 會徵兆 這個國會輕 會夢 不是說我做什麼事情 不對 我就會死 還是怎樣買 但是我如果不對 到底後 就是說一張手 比如說 你讓一隻褲 圍一床 這張手 怎麼會倒 不一定會倒 但是 圍很多床的時候 風吹落落就倒了 今天這個 一個時間進步 要來講一些事情 給大家了解 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 統治一個國家 要做一個政策 這就是說法家 法家 法家是在說什麼 我們就很知道儒家 儒家說人性本善 這大家 站在頭上都 沒疑問 但是法家說不對 人性本善 但是你要有 我總的那個資料 你的頭上 你才有辦法正確的判斷 他怎麼說人性本善 因為春秋建國時代 是一個 皇國軍官 皇帝就對了 國王 國王為中心 所以他要適應這個霸道 這霸道 霸道是什麼東西 他說人性惡 因為法家 法家認為人性本善 所以來做一個制度 要讓人 希望 頂頂 用法律來矯正 因為 人 本來就有 有添念 有這個東西 做壞的觀念 現在你給他寫一個法律給他 這個法律的時候 我不敢去打那個 不然我就去用 變形 我們秘書長都在說變形 這就是變形 要怎麼阻止他的變形 所以他說的方法就是說 法、法、術、事 這三項的法 就是法律 術就是 就是技術 他要說得對 來做官吏政府的方法 所以這個 這個事情 他要叫做變法 變法 變法 變法最成功的任務 就是在勁國的時候 秦孝公的時候 的喪央 喪央 喪央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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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一個弱情 軟軟的這個勁國 變成強情 軟變成強 要就 他這個秦國 因為有喪央變法 之後 他變成什麼 他變成一個共國 他變成一個 有辦法統一併七國 就變成一國 合併 這個不簡單 你不要把別人都看著腿 東西的情形就是這樣 那這個度是喪央的度 當然 跟實際上 不知道 什麼樣的不知道 不過 這樣把它折起來 喪央是什麼人 我們要介紹 他在390BC 就是公紀元前 390年 我們算400年 加現在2000年 2400年 2400年 前的人 這個人 2400年 前的人 他是公孫 公孫 這個公是什麼意思 這個公就是 當時 不一定有事 但是 公侯伯子男 公的孫子 辈叫做公孫辈 公孫 名羊 因為他封益在這個 商的這個地方 商議 他封 封一個 他關在商議的地方 所以叫做商羊 就是商羊 也因為他在外國 所以也叫做衛羊 他專門在研究這個 統治 國家的方法 他 以後 對他 黑的很多人 但是 他那時候在衛國 在外國 衛國 衛國 在上 公孫座的家層 他在那裡 在做 公孫座 是野餐的人 公孫座病種 發明很長的時候 對 衛會王說 衛會人來看 他跟衛會人說 你愛贏 商養這個人 他掛贈 杜掛贈 而且 衛會王說 嗯嗯嗯嗯 他知道說 大家衛會王不贏 你如果不贏 你就要去台詩 雖然是 他是我的門下 你就要去台詩 因為這個人 如果叫白人贏 我們衛國糟糕了 嗯 這樣說 我會把他回去了 我會把他回去了 哇 這個公孫 這個公孫座 他把他招牌去了 但是公孫座也 就要跟 商養說 我跟郭王說 叫國王重用你 如果沒有重用你 就給你台詩 我 我 我們 這個公正 我沒有跟你說也不可以 跟你說 你知道這 商養怎麼打破 他說 他如果沒有給我重用 也不會給我台詩 我安心思思在裡面 當然 他就沒有為國的國王給他台詩 這就是 商養 有 那個官方 有超級人的地方 所以他後他去那裡進國 他進國 他一直去進國之後 就近年就秦孝公 近年秦孝公 就跟他講一片的道理 人家介紹也要講一片的道理 這叫這個 這個秦孝公聽不懂這句 聽不懂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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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第二面 我去講 王道 講到王道 這個也害討 秦孝公也害討 地道王道都沒有 第三邊 拜託 那個介紹 你 我告訴你這遍就還要講 現在他講什麼 講霸道 他講這個 講這個霸道 數日不厭 我那天 秦孝公 聽到晚上 半夜 也要聽 數日不厭 兩人情投意合 秦孝公 這人是人材 全重用 所以這就是 到底他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 反弱台灣的政治 也要知道這些事情 他 他 上央在全國 變反兩邊 徹底廢除 旧的制度 注意 旧的制度 有的真好有的真壞 他徹底廢除 實際上新制度 全國就很快拱起來 成為建國時代第一拱國 但是 但是 他拱起來之後 秦孝公死去 秦孝公死去之後 他就去向誣告 誣告 誣告全改 他就 走路 走路 要離開全國 要去保育 晚上 要去 住 你 去看那個 履室 履室說 聖席拿來 他說 沒家的 沒家的 他說不行 妳如果不上聖席 妳如果還是犯罪的人 我受勇力 政府說什麼形 我跟妳一樣形 我也會死形 不行 只叫拿去 转那个桑阳去拿去 这叫做做法自闭 他说 他就是用那个桑阳的法律 来 就转你这个人来带我的日子 所以叫做做法自闭 这就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典礼 他适的方法是策略 什么叫策略 对 五八分岁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叫做 花人 花花 五十五 有国的方法阳去拿去 一种是死人 已经死了 把你捕着你的胸骨了 五八分岁 这个就是桑阳 这个韩非子 现在说的是韩非子 因为上阳压后,有一个韩非族出现 这个,这个照片给我们看一下 法家所主动的是法律 我们这里是说法律,我们这里也是在说法律 法,法,法对儒家的类 他对儒家的类,并没有赞成 他还有当时那些,那些企图的世袭制度 要给他提醒 要求土地私有,暗功劳才干,授予官职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法 法律的作用,我们法律主题 法律是重要的,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指针 就是把所有管,确定给他好 他就做一个例子 他说在菜池有一个拖子走去 哦哦哦,整个都去塗,塗到人的 没煮 但是,你菜池人在没有拖子 你怎么没有去塗 这就是说,有法律在后边,给他支持 你如果没有法律的时候 我就去那里帮你穿你的拖子 这就是,这个重要性 第二的作用,法律的作用,第二的作用 成功巨爆,就是,让一些不法律度感到恐怖 啊,你如果有功劳,你就会在中冠位,在中情 这是富国强兵,这是法律的作用 好,好利物厄、人性乐,论 邻生,哦?!是趋向利益 啊,败地海,有差的 买的,败地不错,哦!好利 啊,或是说,就利避害 像君有利益的,啊,来圈文有害的 他说是一个兄弟 一家去看路,看路要做什么? 要去买做生理,探纸 这路路路路,不感到正路 就是有钱一堂贪,他就去了 这是个好利 抓好的人也同样,路路路也去抓 有这种的输送,所以 上阳他的结论是,人生有好物 顾名可制也,因为人 有这个输送,好物 有好到败,人生 所以人可以去管理 人要管理就是因为,他怕 他要去驱离 避害 这个人生,要注意这个重点 驱离避害 2000年前的人跟这些人同样 这个都同样 他故意不罚骨,不寻金 他说嫁离的 人家说好,说不要 把他放在一边,我现在要做的 是怎样 今天这个做的,如果不符合 这个法家的事项 我都骗 骗那些 这就是,不罚骨 不寻金 他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 以前如何,刚才如何,厉害如何厉害 就不好啦 大家在这里就不好,主张改革 他在法电 不能复古倒退 不能应循守救 所以,商鞅 提出一个叫做不法骨 不寻金的主张 就是说 没有以前的法律 也没有现在的制度 你要自己做一个 符合 符合现代的东西 的主张 这是他的商鞅 在说 韩非子也是法家的 他进一步 发电商鞅的主张 把守旧的儒家 的思想 讽刺为守株待兔的蠢人 把守旧的儒家 他讽刺为守株待兔的蠢 愚蠢之人 什么叫守株待兔 就是说 有一个农夫 就很认真的做蠢 蠢做得漂亮 蠢蠢 每年都有胸蠢 有一个 一只套子来 这些套子 一夏断 肚子放鞅 这些肚子放下去 得端子 只把肚子踢走 欸 蹦到咧 蹦到咧 现在就流渣 我现在的手子会劲 再带第二个点来拿 再带第三个 temps 再带不断的来拿 不断的吃 这空手的思想 就是守株待兔 你要知道,我们的头甲书上阁气所感的 大家吃,都自己这样 自己开脖,让你疼,手术怠惰不耗 所以,这个法家是有商鞅胜道生不害 他们提倡仲法,仲氏,仲恕,仲恕 都有一个的特点 三个精密结合,都可以建权法治 四,这个世是君王的冠世 爱独掌军政大权,术就是驾驭群臣 掌握政权 这个就是说法术士的重要性 申不害,这是另外一个法家的人物 也是在这段2400年前的人 他让韩国,韩国是这个 这个晋国,晋国有韩兆卫三家分晋 还有韩国人,不是现在的条线韩国 这是术的代表 法家的时尚跟这尊所说的民主的法治 有根本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家吉利主张君子集权 我们现在就说,我现在设这个国王的管理不好 你因为,他要承认一个丹尾的主管,同样 你丹尾的主管,你要如何将管 你要如何办理的事情 意思同样 所以现在在说这个,不要想说你是台湾国的总统 但是你想说,我就是 有一个部门,会疼顶尔也好,库顶尔也没关系 你,你要如何做 现在说到另外一位法家的大佬 就是韩非子 韩非子是一个贵族 但是他有口吃啊,就是说说话大余大余 他跟理师,都是选择的学生 他对韩王提出负强的政策 但是不去给韩王采用 所以他下滚了,本知了,一系列文章 孤焚,吾骨等,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啊 这个韩王不欣赏 但是去给秦王欣赏 秦王就是秦王嬴政 这个嬴政就是买酒变成秦始皇 你看到,天啊,有这种人材 叫他来 叫他来,没关系哦 就怎么叫他来呢 他打,打去韩国 韩国说,你怎么打 他说,买他的韩非子 那不太简单 韩非子,你做大佬去政国 韩非子去政国了 这人材就是要去政国了 去到政国后 政国,因为他说话大佬 说话大佬 这个秦王,得来 这么容易的这人材 没几点秀 就放在旁边吃 但是有一回说到 要打哪一国的时候 他说,韩国你最要打 北国先打 所以,他的同门师兄弟 李师 李师,你知道这秦始皇的很重要的赞上 他说,这个人没台事不可以 他这个人偏 他照谣言 他说,给他吃毒死 被迫服毒自杀 这个,这个很难受 所以,韩非子 这就是,没有 没做鸡汤 顺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一世的时候很少年 这就是韩非子的东西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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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更整齐建后 建国时代的法家的思想 他也说出 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的理论 所以,中央集权 你讲我这个政官你要中央集权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国家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党一人的首领 君主必须有权有势 但有法抵立天下 这...这...了一了...了一了...我们就了解 我们就了解,这是如何说法 他说君王要利用各种的手段 称赌世袭奴隶...奴隶组 奴隶...奴隶的制度 选拔一个境界团联的官员来代替人 他说,詹雄必起于周部 他说詹雄这种人材 当时分罪很多粥,就为粥的... 为基权提拔出来 门将必发于...祖武 他...大将军...是由兵子这样拔出来 他的公法...不是说...大将军...就是他老买大将军 他也大将军...那没效 由兵子这样拔出来 那种才是给他做大将军 他也要求先...废先王之教 就是说以前的你的制度 不一定好...不一定好 要先会议什么 以法为教 就是王国法律...做鬼...滚本的事情 行不必大臣...行过不必大臣 如果你要惩罚的时候 我老爸是什么大军...什么都没有了 赏识不宜批复 就是说赏罚要分明了 他实现...原刑重罚 就是说...这个刑罚要重 那时候的重...是抬头 那边刑也是那时候也有 现在的重罚就是说... 你整十年...让你吃免质的... 又睡免质的... 这就差别了 所以...这个要...要下去改革了 人民...为原刑重罚... 人代顺庸... 社会代言安定... 这就是... 所以...有这些理论做基础 后来后... 尽小王... 才有法做通议... 六国... 就是这个... 韩非时的理论... 跟他上扬的理论... 刚刚... 我们有说到守处待兔... 悔及记忆... 悔及记忆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国王... 打鼻... 打鼻... 叫一个医生来看... 医生只看一个... 啊... 你得到什么鼻... 你爱医... 他说... 我哪有到鼻... 没有医... 我够一时... 还更严重... 再来... 也没有生年有鼻... 记忆... 到第三边来... 叫那个医生来... 医生说... 你这... 没医了... 你已经病入骨髓来里... 他已经... 鼻已经走到骨头来里了... 没养医了... 就悔及记忆... 你如果有打鼻... 这个国家如果有阻碍不好... 你就要去医了... 别说了... 要不要紧... 这都要紧... 这就是悔及记忆... 我们做这些事情要知道了... 烂于葱树... 烂于葱树... 一个国家要听... 人家闻鼻子... 叫一个人... 哇... 闻了... 真好听... 那里面一个... 会不会闻的... 但是去做那个角度的... 有点点心碎的... 吃会胖一胖... 叫会腿腿... 算会水水... 等点心碎... 就好了... 就起了... 国王就起了... 他也拿这支... 鼻子等等... 在奔那奔去... 奔那奔去... 奔没什么的... 那你就... 奔过几年... 到这奔死去... 他们儿子摔起来... 他们儿子摔起来... 也是要听... 听这歌... 但是... 一听话不同... 一个一个来奔给他听... 你看... 但奔到他的顺势... 这叫做烂于葱树... 就是说... 你爱管理你的人的时候... 有这种人在吗? 你自己要注意... 烂于葱树... 这要... 老马仕途... 老马仕途... 老马仕途是什么? 有一回... 一场战争... 晚上就去沙漠... 战争的时候... 老马仕途是... 要回路... 不知道为何走... 不知道... 死过去看路... 都在沙漠路... 不知道怎么走... 不行... 不行... 不行走的时候... 想起来... 就叫买... 找五六只买... 来... 自己... 不把你摆掉... 不把你指挥... 路边走... 你带路... 买带路... 买带路... 买这样... 就... 出来了... 所以以后... 你如果遇到... 帝位评你比较低... 但是他这个有尊重的... 你要尊重他的... 他的报告... 这样就对了... 是仕途老马... 不是说你就最劲了... 这都... 含有很大的哲理... 春秋月季... 奉建制度破坏... 啊... 君权... 君主集权... 啊... 啊... 本来一向维持国家的... 次序的离... 已经是走不通了... 走不通了... 法家思想... 就这个时候... 起来... 啊... 法家思想... 比较成熟... 啊... 特别在三晋... 三晋是... 韩兆魏三家分晋... 啊... 跟秦国... 最为盛行... 啊... 请告... 哈... 法家的... 代表性的人物... 那还有... 观众... 观众... 大家都... 知道说... 有这个... 这个人物... 啊... 啊... 他的师兄... 重心在经济方面... 啊... 理财... 啊... 你老子方面... 都给经济... 经济作为... 作严点... 啊... 还有一个... 职产... 啊... 这是在地国... 啊... 职产... 做改革... 啊... 这... 知道就好了... 啊... 啊... 李... 一生不害... 哦... 桑阳... 这桑阳有讲起来... 啊... 桑阳的那个... 那个... 老师就是... 一生不害... 哦... 啊... 盛到韩非子... 顶顶... 哦... 韩非子... 哦... 他... 收这个... 荀子的性恶论... 哦... 说... 人性... 本恶... 哦... 所以这个... 出发点... 这是今天... 来讲一下... 给大家... 属性有一个新的... 一个概念... 哦... 不是人性本善... 哦... 这是人性... 性恶论... 你要通理一个国家... 你要有这个思考... 哦... 道家的无为... 哦... 哦... 所以哦... 我们今天有这个... 呃...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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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理师... 哦... 是楚国上菜人... 哦... 哦... 总结... 法家包括法术士三个学派... 哦... 啊... 法家... 以罪... 仅秦王朝的统治思想... 赢得了独尊的地位... 进入全盛时期... 哦... 但是... 是显法家... 的制度... 也有... 这个秦王... 秦国到三代就... 灭亡了嘛... 秦... 秦一世... 秦二世... 就灭亡了... 哦... 法家... 就设计官来的地位... 由儒学所替代... 哦... 哪里去由儒学所替代... 这就是... 要讲到... 这个... 法家... 不是... 整国... 很成功... 但是... 三代... 就灭亡了... 啊... 到... 汉条的时候... 汉... 五帝... 雄才大略... 政府... 四方的... 啊... 他... 问群臣... 说... 诶... 我要... 如何把我的奥尉... 团给我们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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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这种理论吗? 啊... 那时候... 有人说... 有... 这个理论就是... 儒家的思想... 你说儒家什么思想... 儒家是... 那个... 君君臣臣... 富富之子... 君... 君臣之间... 喔... 像... 父子之间的关系... 你... 君对老婆要友好... 等于... 做心... 要... 尊重... 你的... 君王... 嗯... 他说... 对啊... 啊... 你怎么要... 有办法... 让我儿子... 小小袋子... 这样... 都团下去... 他说... 有了...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有几个老婆... 他说... 一个人... 但是你有几个君... 他不知道...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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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 这个君臣之间... 就是说... 所有的... 八世... 都相信... 喔... 君王... 就是世世的... 喔... 无关于三个... 二十个...五十个... 同样... 你要拜他... 像拜你... 你老婆同样... 啊... 老婆只有一个... 你... 所以... 这个制度... 就是... 要保障你... 永... 永久执政... 诶... 汉武帝... 会听得到... 真好... 就是... 错百家... 独尊儒素... 你说... 存在百家的思想... 都不用说... 只说儒素... 啊... 说到... 这些儒素... 儒素也是... 到到... 水条的时候... 就是... 一千年前... 这是... 两千年前的故事... 到到一千年前... 这些儒素... 又... 加添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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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么呢... 叫做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有好吗... 人家说不错啊... 可以... 中修材啊... 歌琳啊... 禁书啊... 啊... 人人有机会啊... 哪有派这个制度... 但是... 你要知道... 这个制度啊... 它靠的是什么阶段... 这个... 中国的... 这个历史上... 靠的阶段... 都是世俗五经... 所以你都不用办... 第九是... 他们的变的都不用插... 啊... 海国下去... 是什么所谓... 你只会... 世俗五经... 你就可以升官发财... 我再来统计... 继续一千年... 这就... 荣华富贵... 科举公民的人... 有十万人... 这十万人... 都是社会的情形... 头脚最好的人... 啊... 大家... 同样一分之... 并且同样一个书呆子... 啊... 做了书呆子... 做的事情... 我在删历史的时候... 删到... 人... 药兰人... 打来台湾... 打来台湾... 那时候英国药兰... 他说... 我们两个英国兵... 两个... 药兰兵... 都可以打败... 你五十个中国兵... 二比五十耶... 啊... 真的吗... 真的... 我加一个例子... 这个... 我们... 就是... 帝圣公... 怕多... 药兰人... 嘛... 啊... 药兰人... 你较输嘛... 但是你要知道... 帝圣公... 是派两万五千名输兵... 专攻... 台南... 去台南... 台南的药兰兵... 有几名... 一千名... 因为... 药兰人... 总共... 有两千名在台湾... 在台南... 把你放一千名... 就已经很多了... 啊... 你... 在... 在... 派来军队... 两万五千人... 又打十九个耶... 不是... 一生就把你... 验读了耶... 所以是不是... 二比五十啊... 我还要花十九个的时间... 十九个... 打算了... 让人... 告诉我... 啊... 你如果要在台湾... 我们撤退啦... 我们撤退... 还有要求... 你要把我... 放牛草... 让我... 要开去... 百多米... 百多米... 就是... 现在的牙家大... 有... 有牛市... 我的人... 我叫... 叫我来... 哦... 让人... 都正确... 要正确... 以前... 我的坊子... 要打过... 穿要... 穿不可以说... 上堂啦... 就是... 开... 那个... 那个... 堂口... 开开...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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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让人的要求... 通常说... 也说... 好... 就是说... 你要拥... 也不一定的... 拥多贏啦... 自己也要虚心一些... 所以... 二比五十... 啊... 这十万名的人... 全... 全民族... 最聰明的... 十万人... 头脚... 只有... 四十五千... 这个... 又更严重... 不得你的输口... 我们现在... 也是在犯这个... 错误... 我们有一个... 标准教科书... 科技... 就是要考教科书... 这都是... 钳制你的输口... 我去... 美国... 上课的时候... 诶... 学生孩子的问题... 哦... 这么多啦... 我在台湾做学生的时候... 都没问题... 等到美国的时候... 怎样...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在里面... 啊...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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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老师都给你解算... 啊... 这就是人的输口...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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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还说一项就是... 我们的这个师兄... 因为受到... 这个... 钳制... 和民族... 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去打算... 引来... 八国联军... 你知道... 八国联军是... 有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所有... 要怎样... 集合... 八国的联军去... 北京去打... 你知道... 八国联军... 的军队... 为何来... 为中国本身... 中国是烂的国家... 烂到什么地方... 这个是法租界... 这个是日租界... 这个是英租界... 英租界... 法租界... 日租界... 都没有派兵在... 派兵的时候... 现在... 好... 你这个... 庚子... 义和团之乱... 我当派... 隆重... 集合... 在庄国的兵... 两万名... 打去天津... 一声天津就下来... 两万名... 中间... 派两千人... 去北京... 北京... 一声... 奉帝走到... 走到... 热... 这就是... 国家很厉害... 国家哪会厉害... 人哪会供... 我再说一个例... 我在信仰去... 设... 罗马帝国的历史... 罗马帝国... 当罗马帝国... 有塞罗马帝国... 因为... 日本来一个国... 奔罪两兵... 这个党跟塞... 塞罗马帝国... 以前别忘了... 但是... 当罗马帝国... 你知道有多几年吗? 这个王条... 多几年... 中国在那两千年里... 多几年的状态... 每一个状态... 百多年... 百多年... 就好了... 所以... 我们说有二十五岁... 其中有几岁... 所以...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二... 一百年... 一个状态嘛... 那哪个人... 二千年一个状态... 哪哪个一百年一个状态... 是... 差在哪里... 就差在这个... 空主的理论... 空主的理论... 就是... 让你... 叫你做罗礼... 乖乖做一个好罗礼... 所以... 人那个... 人那个... 万千一关... 一六... 数数年一关的时候... 万千人... 统统... 十几岁人... 统统... 他的人口数... 六十万... 连女子... 连女子... 像民族当时的... 人口有多少... 有九世金的... 六千万... 不九世金的... 加起来... 一页... 一六四十年... 啊你... 一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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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十万... 这韩民说... 中毒了... 你中毒什么毒... 中毒... 孔孟之毒啦... 日本人来到台湾... 也同样... 前途到台湾人... 七年会检... 厚藤辛平... 想想的... 奇怪咧... 去中国拍... 大家都... 走到日后... 来到台湾... 哪里... 你咬到... 这... 去... 做一文字... 叫做... 台湾就冠调查... 有的实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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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空主... 现在为大... 是帮助... 通知者... 但是... 他知道... 已经想办了... 那时候... 日本... 初一林总毒来的时候... 在... 我们的... 北一路... 和... 法院侠... 那里... 有一个... 空庙... 这间空庙... 才去十千年... 线线线...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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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主庙... 所以... 厚藤心平... 这些... 要利用空主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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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这个... 八世... 所以... 厚藤心平... 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 推行... 百种的... 百种的... 相似于... 恐闷思想的东西... 就是... 成立死者... 台湾... 在做汉西的时候... 是平中国... 更幸福... 几百倍... 四十... 各位都有... 哦... 啊... 啊... 再... 够一段时间... 再叫... 五千年... 你再去... 去一间... 空主廟... 在现在的... 大浪宝... 哦... 大浪宝... 就是... 在... 这个... 这个... 在... 右边... 这个... 大浪宝的地方... 哦... 来... 来... 进行... 用过空主来... 给你通敌... 空主... 给你通敌的时候... 好处... 很大... 哦... 所以... 我们现在... 说到法家... 就是... 说到... 这个... 空主的事情... 哦... 于... 商养并法... 的... 政典方面... 它的制度... 就是... 一定... 二十级... 你... 带一个人... 带一个朋友... 对方的朋友... 就对了... 啊... 绝... 有它的... 那个... 升官的... 法度... 就是... 你有建功... 有... 有... 有人... 这些东西... 没建功... 你就不用想... 啊... 实行... 限制... 废分封制... 哦... 这个... 实行... 哦... 这个... 时间... 要差不多了... 制定连作法... 啊... 那个... 規定... 一方有两个儿子以上... 到分父年龄... 就是说... 在生年之后... 你如果不去... 不去住外面... 你要... 加倍... 增收... 户口税... 户口税... 要... 现在... 手里有一张... 这个... 国家政策与兴亡... 我们拖两条... 这回去... 给各位... 研究... 这个... 一二三世... 这... 那个... 那个... 字体的... 细小是... 原文啦... 原文啦... 啊... 删得大字的... 那是... 翻译做... 现代文啦... 第一... 国家弱小... 群子... 权重于君王... 君主... 势力大于君主... 可能灭亡... 这... 这... 韩非子说的哦... 他说... 国家能... 弱小... 啊... 呃... 臣子重于君主... 势力大于君主... 可能灭亡... 有失礼吗? 好... 现在... 现在... 社会哦... 我如果看这个... 诶... 我就想到... 金小刀呢... 哦... 金小刀... 什么... 社略片... 文龙更大... 兵重更大... 哦... 啊... 你如果这样想... 你就可以想到... 你自己... 将冠后... 会遇到的事情... 哦... 这就是败坏的问题... 第二... 不重法规... 只重计谋啦... 不理正事... 只找外缘... 可能灭亡... 这... 这也有这些事情... 啊... 这统统有47条... 回去... 大家自己看啦... 啊... 像说... 尊老公... 有把钱放在国外... 丁丁的事情... 他这都有说到... 嗯... 嗯... 大概... 我们今天... 说到吃...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 让国外有一个新的理论... 啊... 我吃了有一份... 这个... 我们的中立... 中立... 他说... 如果国外要在... 他的资料... 他的... 他的... 讲义... 夹消定期... 定期... Email... Email... 我... 夹发下去... 啊... 如果有处理的话... 他去点击... 这样好... 起立... 起来... 二... 要终 관심... 再一 toen...